专丸小组攻减进入一间茶行 没人没人没人 地下室没人地下室没人 地下室都没人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怎么可能楼上也同步进行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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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门打开来所有嫌犯都被压制在地 有人还企图想酸 但整栋楼的出口统统被掌握 可以 出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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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间房都锁过一遍不放过任何角落 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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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下 手抱头啦 光是这间就躲了好几人 想逃门都没有 全部都被一网打尽 他们是桃园天道盟正义会成员 以为自己很小心但早就被盯上 诈骗集团设下相当多的断点 像是公园的厕所就是其中一个 他让第一个车手把钱放进去之后 因为知道没有监视器 贓款就会再由另外一个人把他拿走 为了避免被追出上游 诈骗集团成员拿到贓款之后 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 最后才回到主贤手中 这时早就洗了一拳 根本不晓得曾经过几个人的手 但最后还是栽了 田道盟正义会沾信主贤25岁 利用假监禁假投资的方税芯片 就90岁的被害人上当受害 嫌犯还透过网路找来少年当车手 这些人落网之后吓坏了 供出上游 没有想到又被扼杀抓回去囚禁殴打 取款后必须上缴组织干部 来跟炸气机旁彭分拆账 如有失封被警方查获或侵占账款 更需承担赔偿责任 遇有不同的成员 折押至查核内失射行航 黑帮利用查核当掩护 里面却是高级招待会所 担心警察上门装满满监视器监控 甚至还买通对面的邻居 只要看到异状就马上通知 这回每个店都被突破 一次逮捕14个人 当中有8人遭到手押禁件 砸大钱装的电眼 全部人为装视频 TVBS大运动家 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台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 All Win